OK,Hello,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次Webinar,那么今天我们Webinar的主题是Docker Trusted Registry,也就是DTR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的名字叫张义,是Mirantis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今天主要有两个主讲人,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由我们的资深运维开发工程师吴奇环 来一起给大家做这次Webinar 这里有个小贴士,在我们参会人员的这个界面里面有一个提问题的小方框 如果在听Webinar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在里面填上自己的问题,然后点send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在最后的这个QA环节,会给大家一一来做解答 OK,今天的议题主要分四部分,首先是DTR的一个概览,第二个是DTR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特性 然后前两部分是由我来为大家来讲解 那么第三部分是一个简单的demo 那么这个部分是由我们的工程师吴奇环来完成的 最后是QA的一个环节 OK,那我们来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DTR的一个概览 首先是DTR的一个设计的目标 那么我们在设计DTR的时候主要考虑的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它要易于维护,这样可以减少我们企业维护的成本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高可用的架构 第三个就是尽量能沿用我们Docker目前的一些已有的技术 比如说Docker Engine, UCP,或者Overlay的网络 哪样这些优点都用在DTR上 第四就是要易于部署,而且对环境要求可以比较灵活的部署 那么不仅仅是在公用云和私有云环境上可以部署 同时在裸机上,包括一些IBM或者其他架构机器上也可以部署 那么而且对于存储的后端也是支持的比较多的 比如这个Core和对象,包括一些开源的负载信用器 我们都是灵活的来支持的 OK,那么DTR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DTR是在这个DockerE整个产品里一个完全容器化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么之前了解过这个参加过上次Webinar的人可能知道 我们的这个DockerE上面有诸多的优点 那么DTR是部署在这个整个DockerE相当于之上的 所以说DTR可以沿用这些优点 其中之一比如说灵活部署啊 还有这个高可用啊 这些都会用得到 比如可以看到下面它可以在这个公用云上 包括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上 还有我们的物理机器上都可以灵活的部署 另外呢这个是我们DTR的一个高可用的架构 以及部署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点分为两种 一种是叫ManagerNode 那这个上面是部署这个UCP 我们的统一管理平台用的 那么我们的DTR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应用的业务 都是部署在这个WorkerNode上的 所以这个DTR就在WorkerNode上部署 那么它支持一个高可用的架构 高可用的前面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load balancer 那么这个load balancer呢 我们也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 不仅可以选择这种比较商用的F5啊 A10啊 那么开源的比如说Nginx啊 或者这个HAProxy啊 我们都是可以支持的 那么对于存储呢 整个的支持也比较灵活 那么从这个本地存储啊 包括简单的一个NFS啊 然后到公用云上的这个Amazon S3啊 ClaroSafe啊 Google Cloud 包括Azure啊 这些主流的公用云厂商的存储 包括阿里的存储 这些都是支持的 那么私有云厂商呢 比如这个OpenStack Swift啊 还有这个Safe啊 这个也是啊 完整的支持的 所以说整个DTR的呃 部署是比较灵活的啊 应用也是比较灵活的 OK 刚才是DTR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下面是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啊 features 首先呢 第一个feature是这个镜像扫描啊 那么在这个整个我们开发啊 在我们整个敏捷开发 包括业务的上云或者上这个容器的过程中呢 那么保证整个镜像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镜像扫描呢 就是为了保证镜像质量而生的啊 那么它是一个呃 它可以利用啊漏洞库来扫描整个镜像是否有这个漏洞 漏洞以及威胁到我们生产环境安全的一些重大漏洞啊 那么首先它是呃 它有以下几个特性 那么首先呢 它是直接直接集成在DTR里的 不是通过第三方插件或者不是在云上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部署了好的DTR之后 那么你就已经享受到这个功能的存在了 第二个呢 它是支持呃 在线和离线的两种模式 在线呢 就是我们有在线的整个的漏洞库 可以实时的更新 保证我们最新的漏洞都可以立即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这个安全扫描上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呢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离线库啊 离线也可以不断的扫描我们的镜像 那么我们的镜像数据库呢 是这个以天位级别来更新的 所以这个力度是比较细的 那么另外呢 呃我们支持扫描的镜像呢 也是呃很多平台的 包括windows啊 包括linux 那么linux下有这个x86架构的啊 z series 这个是IBM的一个呃架构 那么另外包括我们呃最近比较火的arm架构也是完全支持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呃镜像扫描的一个简单的步骤啊 首先这个我们整个这个scanner 包括扫描的过程是一个二进制的扫描 所以这种二进制的扫描呢 呃相对于传统的这种扫描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啊 它大概分为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获得这个image的layer 获得这个image layer呢 那每个layer包含了哪些组件啊 比如说有这个Apa企业有汪邦兔啊 那么这些组件呢就会形成一个啊表单 然后第三步呢 就是在根据这些不同的组件扫描每一个组件的一个漏洞 然后呢把这些把这些结果输出给DTR 那DTR呢输出给前端的我们的webUI机面UCP 那么就呈现给呈现给了这个呃管理员 那么整个的扫描过程呢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啊比较直观的例子啊 一会儿呢那个我同事无计划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左边是一些layers已经被扫描到了 那么在不同的layer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在右侧的这个窗口里有这个components 可以看到这个layer里有这个label SSL啊TRE啊等等 包括版本啊都可以扫描出来 那么整个这些所有的layer扫描完之后呢 有一个严重的漏洞以及七个主要的漏洞 啊这可以非常直观的在图形界面里看出来 而且呢就是啊由于啊这个扫描的漏洞是比较通用的 但是在我们生产环境或者在我们的业务环境下 有些漏洞可能啊并不是啊那么需要 或者有些漏洞在我们的场景下根本就不会被攻击到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灵活的把这些漏洞给他啊隐藏掉啊 使得这个漏洞不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啊 而且呢我们这个隐藏了啊一个漏洞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其他拥有相同layer的镜像里 自动把这个漏洞给隐藏掉 这个也是比较智能的 而由于这个功能呢 它是啊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权限的控制也比较紧 只有DTR的命权限可以来完成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简单的例子 可以看到在这个components在这个glibc里 啊扫到了很多很多的漏洞 那么有一个可能我们啊认为这个漏洞在我们的场景下 啊用不到啊CVE20161028 那么就可以在右侧把它啊隐藏掉 隐藏掉呢隐藏之后这个过程是可逆的 也可以通过show再把它啊拉回来啊 使得它变成一个可扫的漏洞 OK那另外一个安全措施呢就是镜像扫描 那么啊不好意思镜像签名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网络传输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的镜像也是面临着很多的风险的啊 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上 对镜像进行数字签名以及数字签名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呃我们可以允许镜像 不签名的镜像传进来 但是只有呃签名的镜像可以跑在我们的这个呃 cubernetics或者其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啊 这个是两个层面的控制啊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就是这种数字签名 进行跨机群的一个验证啊 就是我集群A的一个镜像那么传到集群B里面 那么也可以支持这种呃验证 所以呢这两种措施呢良好的保证呢 我们镜像在整个呃生产环境中的一个安全性 确保它是一个production ready啊 呃安全性的一个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呃镜像策略的这个 三种啊一个是呃content cache就是呃内容呃缓存 包括呃内容进升呃呃镜像进升以及镜像的一个呃镜像 OK首先首先是一个呃缓存呃那么呃缓存呢主要呃 大家顾病思义其实都呃一定程度上理解就是呃 把镜像缓存到一个离啊中端用户相端近相对近的一个位置 使得我们呃我们这个用户可以很呃更近的拉到这个镜像 以更更快速的一个方式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呃呃开始的整个目的呢实际上也是这样 那么呃第二呢呃我们在开始过程中呢会呃遇到一些呃困扰 比如说我们开始过去的镜像呃可能我们开始这个层面会遭受攻击 或者有一些权限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这个开始是完开始镜像的权限是完全继承呃母库的这个权限 所以说不需要这个担心我们访问这个呃母库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权限 那么我访问这个开始里面镜像就需要什么样一个权限 那么下面这个是呃content开始一个呃简单的例子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个美国的呃 San Francisco啊的开发者啊 然后build的一个镜像 然后传到了这个母的DTR上 那么我们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子公司就比如说丹麦啊 他可能呃下面的终端用户需要啊 或者我们的业务系统需要这个镜像 那么我们通过一二这种方式来拉呢会非常的慢 那么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丹麦建立一个呃cache的一个服务器 那么在第二步当我们的呃业务系统或者中道用户呃 还是向母库去请求我们的镜像 然后呢我们的母库会在第三步把整个的请求重定向到我们的cache server 那么这样第四步我们在在呃本国的呃服务器上拉这个镜像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快 而且的优点就是说这整个过程是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啊 我们每次请求还是向母库去请求 但是母库帮我们找到呃地底上离我们最近的cache server 然后把这个镜像cache过去然后让我们来呃下载 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个呃我们叫镜像的一个呃进声 那么可能听进声这个词有点抽象 那么实际上呢它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就是呃我们进实际上我们就是镜像基于策略的一个分发 可以这么理解第一个层面那么怎么理解呢 就比如说看呃右面这个图啊就比如说啊 我们会传一些镜像到这个第一位的这个repository下面 那我们就可以定一些策略 比如说我们传需的镜像啊 那个名字里带stable的或者名字里带这个qa的啊 或者名呃名字里带stable的我们就给他转发到这个呃staging的repository下面 那么名字在qa的就给他转发到qa下面 那么通过类似的这种策略呢就可以把我们的镜像呃完整的分发到不同的repository里实现成功的分类 那么我们一级一级的这样来分类呢就好看起来就好像这个镜像进声一样啊 所以说这个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image promotion 那么我们做这个policy based的这个策略分发呢 呃有这样几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镜像本身的名称 那么也可以根据镜像本身包含呃这个component的这个名称啊 就比如说我包含阿帕奇的这个里面包含阿帕奇2的这样一个镜像 那么都给他分发到这个web的这个repository里啊 或者根据一些漏洞的扫描情况啊 比如说完全没有漏洞呢 给他就给他直接分发到production的这个下面 那么有漏洞呢可以给他分发到这个有漏洞的下面 还有一个license啊 包括这个使用了哪家license 比如是这个阿帕奇2的这个开源license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商用license啊 也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分发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镜像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可以看到呃左面我们呃左面这个图的是一个策略 那么策略这里面的策略呢呃有很多 那么他生效的就是以stable为呃结尾的一个呃 镜像的名称 然后呢我们在右侧啊 我们就给他传到这个qa的一个啊 qqa的一个那个repository里面 啊这个呃OK 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呃镜像的mirroring 啊那么首先呢他镜像的mirroring啊 他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啊 他是通过push和pull啊两个方式 那么也可以通过我原的这个呃repository 来push到另一个空的这个dtr的相同repository里面 那么也可以是空的来到这个呃有镜像的里面原这里面拉 然后呢呃 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每一个就镜像的repository啊 比如说这个呃我们就以右面这个图为例 那么下面这个stagestage啊stage这个dtr到dvdtr里面拉过来的镜像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悬线控制啊 那么这个跟开始就啊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这个权线 包括重新定义我们这个mirror过来的这个镜像到底谁在用 这个就啊权线上比较灵活啊 那么而且呢我们可以设设定策略 就是如果我们原的这个比如dvdtr我们的镜像又更新了 那么我们的stage可以手工的把这更新拉过来 那么也可以定时 那么定时默认是24小时拉一次 也可以定一个更小的力度 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我们两个dtr里面的repository 里面实时的这个镜像是呃完整的不断的呃同步的 OK那么呃这就是我介绍的一个我们dtr的整个一个overview 包括一些呃介绍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个小框框里提出来 然后发出来 然后后面的科技环节我们会给大家一一来解答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呃demo环节啊 有请我的同事呃吴季环来为大家做一个呃简单的demo 好 其实你可能会给大家的呃吴季环节 喂 齐桓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OK 可以 可以开始 好的 这次我的demo的环境总共是用了五台服务器 然后前三台和后面两台分别是组成两个集群 在每个集群中都有部署UCP和DTR 然后在之后的演示中 会在这两个集群之中去做一个镜像的同步 然后在我本机上安装了那个Docker Desktop 作为一个客户端来推送和拉取镜像 另外UCP和DTR都是安装的最新的版本 UCP 3.2.6和DTR 2.7.6 那么在待会儿接下来演示过程中 我会先对这个DTR的一个外部关键界面做一个介绍 包括一些基本操作和配置的演示 最后再做一些关键功能的演示 包括安全扫描 以及创建 Promotion Policy Million Policy 跟那个Tag Pruning 就跟之前提到一样的 那个Promotion和Million策略分别是在DTR内部和DTR之间 去做个配置的一个进行的同步 而Tag Pruning是一个自动进行的标签的功能 那么现在我先来登录DTR的外部关键面 然后我这里是两个DTR的节点 一个是10.136 一个是10.139 我先都登录上来 然后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目录中一共有 当前登录用户 仓库组织用户系统这五项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 在当前用户 个人信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用户所拥有的仓库 所属团队 默认情况下 普通用户拥有对于自己的进行仓库 所有的关键权权 当需要多人去共同维护一个和多个进行仓库时 那么就需要通过团队来做一个权权控制 并且被多人维护的那个进行仓库 需要附属于一个组织 这里我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首先在组织这个组织这项里面去新建一个组织 那么比如说建一个project a 然后在这个组织下面再去新建两个团队 一个是开发团队 一个是qa团队 然后我在组织上面再去新建一个库 那么之后在这两个团队里面分别去添加一个成员 比如在开发团队里面去添加一个呃 开发a 在qa团队里面添加一个qa b 那么这时候我就我就可以去设置 每个团队对于刚才我新建的这个组织里面这个仓库的一个访问权限 就是这个project aweb的这个访问权限 那么在这里面就可以去指定他的权限是指足读写或者管理 那么对于开发团队来说就是读写 呃对于qa团队来说那么我就给他指足读写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仓库里面的景象 那么开发团队可以上传和呃就修改 那么qa团队就只能去下载 这样就是说通过这个团队来控制一个权限 那么嗯我可以去验证一下 比如说 我登录 我用qa团队那个成员去登录 然后去试着上传一下 我先来讲解4 好 好 我去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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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他改一个tag 然后这里他就会拒绝请求 那么我再用开发人员的账号去上传 那么这里就可以上传成功 因为之前已经上传过 所以他会直接做一个notice 然后我们再回答刚才的 在用户的设置页面里面 可以去配置一些用户的机密信息 以及密码 那么还可以配置 可否选择一个内容缓存 不过在我的环境里面 还没有部署那个缓存符 如果要部署的话 其实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将它作为一个doc service 运行在那个doc swarm集群中 或者是部署为一个deployment 运行在那个k8s的集训中 因为它实际上只运行一个容器 相关的缓存配置和文件 和k8s的资源定义文件 其实在官网都有失利 所以说部署的过程 并不难 可能比较麻烦的 就是那个证书的配置 因为它必须要启用 那个tls的证书 如果部署完成之后 其实就可以通过一个post的请求 比如说在这个页面中 也可以直接去发送post请求 在这里面去定义 那个cache的名称 以及它的域名 那么发送这个请求成功之后 在刚才个人导案设置里面 这个下来菜单里面 就会有刚才我发送请求的时候 添加了那个host的 就是HR cache那个选项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里 去选择使用那个缓存 最后一个是访问令牌 这是让用户生成一个供应用程序 请求DDR的APA 所使用的一个token 另外这个token 只会在生成的时候显示一次 如果需要多次使用的话 就可以去手工保存下来 或者是重新生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系统目录 在系统目录里面 第一个这个许可证 我的这个环境使用的是一个 为期一个月的试用期许可证 在doctorhub的上面 可以去申请 这样一个试用许可证 无论情况下 DDR是使用自签名的证书 如果你有自己的tls证书的话 那么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替换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http和https代理的设置 默认是没有启用的 因为DDR需要定期在区域公网上面 去拉取一个 漏洞数据库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DDR需要能够访问公网 那么在不能访问公网的情况下 就可以通过配置一个代理来 解决同步问题 另外这里的代理只是显示一个地址 并不能在这个页面上进行配置 如果需要配置的话 就要使用一个 doctor容器里面的一个命令机来操作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单点登录的设置 默认情况下 UCP跟DDR之间是共享用户的 但是应用程序有时候去请求的话 会基于一个独立的接口 然后进行验证 那么配置单点登录之后 就去是要进行一次的验证 另外请用单点登录之后 用户通过doctorlogin 去访问DDR的时候 那么就会自动去生成一个token 然后用token来验证 然后接下来这个cookie的功能 就是关闭cookie是有话的 如果你想让DDR的那些 基本具身份验证的cookie 在浏览器关闭之后就过期的话 那么就可以启用这个功能 然后下面是 是我在推送镜像的时候 去创建仓库 往下的配置就是 启用一个仓库时间和作业日志的 自动删除 可以指定触发条件 日期或者是数量 然后往后就是存储 默认情况下 DDR使用的是本地的文件系统 来存储多个镜像 那么也可以配置外部的存储 后端来提高一个性能和高可用性 对于文件系统存储来说 目前支持NFS 通过挂载保铃道容器的目录 以及容器券 云存储的话 目前是一些规别大的存储 提供上我们都能支持 像是亚马逊微软谷歌 然后以及OpenSelect的Swift 然后在安全这一页 主要是配置机箱扫描 漏洞的数据库的同步方式 在线同步 这个会每天检查更新 然后是离线的手工同步 需要自己去下载一个 漏洞数据库的文件 然后上传到DDR 之后是一个垃圾回收的 这个主要是配置DDR 来自动删除一些 未使用的机箱层 节省自卖空间 最后一个是作业日志 你其实就是一个日志省计的功能 然后在里面去可以做一些筛选 以及查看一些详细的日志信息 那么用户全线管理跟系统全局配置 我们都过了一遍 那么再来看最核心的一个 仓库的一个管理 那么首先在新建机箱仓库的时候 需要指定一个仓库名 然后配置它的可见性 公有仓库还是私有仓库 然后在高级设置里面 是需要去指定是否启用 机箱标签的不变性 以及是否在推充镜像时 执行安全扫描 关于这个表现不变性 是默认情况下 对于仓库具有读写权限的用户 其实可以多次将相同的一个标签 镜像推送到镜像仓库里面 那么当A将一个镜像 推送到仓库的时候 同时B也推送了一个标签名相同 但是内容不同的镜像到仓库里面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标签的覆盖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就可以启用这个功能 启用之后 那么就不允许在推送相同标签的镜像 最后就是在指定仓库的时候 就是可用的一个标签数量 那么默认是没有限制 现在打开一个也有的一个经营仓库 那么在信息基本信息页里面可以看到一个 它的描述文件 进行拿取的命令 以及当前用户对于这个仓库的一个权限 然后在标签页中可以看到 仓库里面所有的镜像标签 包括标签的具体信息 它的类型ID大小推送时间的 那么在详情页里面可以看到 镜像的一个层级 这个是我已经扫描过了 所以说它的组件其实也能看到 那么只有对 我上传一个新的镜像 来做一个扫描吧 GNiDiTag 谢谢大家 我对这些镜像 因为之前我已经上传过了 所以说对于重复上传的镜像 那么它会自动去显示扫买结果 因为它的tag是它的ID是不变的 那么我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它的扫买结果 在组件的这一页中可以看到 这个镜像里面所安装的所有的组件 然后以及每个组件里面被扫描出来的一些漏洞 然后还有具体的漏洞信息 那么这里还有个漏洞编号 直接点击这个漏洞编号的话 可以直接去打开SCUE的一个网站 然后去了解更多的关于漏洞的一些信息 那么对于一些可以忽略的漏洞 那么就可以去设置隐藏 那么设置隐藏之后 那么后续去配置其他策略的时候 比如说是promotion或者muron策略的时候 会去做一个匹配 就会将已经隐藏的漏洞的给跳过 那么在去统计那个漏洞数的时候 就会去略过 然后接下来就是 webhooks 在这里可以新建一个策略 就是配置将DTR自动将事件通知发送到指定的webhook的url 然后接下来策略里面就是包含所有的通知事件 用此来实现就是对使用Docker竞相来构建一个CCD流程 然后在提升这里 提升其实就是之前讲到的promotion的策略 然后在DTR内部去做进行同步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策略 那么第一项就是先设置一个触发条件 就是它的匹配规则 那么匹配的规则可以包括标签名称 逐件名称以及漏洞数量 那么我这里就先添加一个条件 比如说是标签名称里面包含test的所有的迹象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开发人员的一个库 那我把它同步到QA人员的一个库里面 也是web 然后这里可以对就是同步之后的一个竞相 做一个标签的准硬名 那么我可以在这里给它加上一个时间 好的 在我启用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他们已有的 仓库里面已有的竞相是哪些 比如说开发人员的web库里面 已有的符合test的就是这两个v2.0test的v1.0test的 那么在在QA人员的库里面 现在是没有没有镜像的 那我们当我们启用这个规则之后 那么应该就会有两个 呃镜像会被同步到QA库里面 好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确实是有两个镜像同步过来 而且它的tag也是beach命名的 加上了一个日期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提升策略的充简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修剪 修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tagbruning 就是一个自动删除一个呃标签的一个功能 在里面也是它的匹配条件也是一样的 我可以在这里面去添加一个新的一个出发规则 比如说是标签里面结束于bruning 那么我也可以看一下在开发人员的库里面 包含tag里面包含bruning的金像是哪个 就这个V1.0bruning 那么在我再接下来两个按钮里面 一个是呃修剪未来标签 一个是修剪所有标签 修剪未来标签是对就是在这条策略生效之后 那么你上传的金像里面标签带有pruning呢 会被删除掉 那么对现有的金像不会有影响 然后这个是修改所有现有的一个金像的标签 那么我现在去执行一个修剪 然后它会呃提示你在当前的标签里面 已经搜索出来符合当前匹配条件的标签是哪些 然后确定之后 那么这个标签应该就会被删除了 然后呃再往下是一个中转的一个策略 其实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mirror 就是在嗯dtr之间去做一个金像通过 然后它可以呃配置从远程金像库去拉取 或者是推送到远程金像库 那么我这里我的呃呃应用呃demo的场景 就是说从呃139的库推送到远端的呃 呃呃从本地136的库推送到远端的139的库 那么就是推送到远程金像库 然后呃指定它的地址139 以及用户名密码 那么就要输入远端呃dtr的用户名密码 哦139这边的用户是一个ops team 然后仓库也是ops team web 然后这里可以做一个连接的呃呃呃演证 然后是可以连接成功的 那么再去指定出发条件 然后 这里我们就让标签里面包含stable 然后看一下开发库里面有哪些 然后标签里面带stable 并且漏洞数等于零的 因为它这里有两个stable 一个漏洞数是零 一个漏洞数是二 所有漏洞等于零 然后也可以去重新命名它的标签 然后在启用这条策略之前 我们先去远端的那个dtr上面去看一下 它的库里面有哪些镜像 它现在是没有镜像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启用这个策略 那么在远端的dtr里面就可以看到 一个包含stable的一个镜像 包括 2.1 那么就是刚才那个符合匹配条件的 标签里面带有stable 并且漏洞数量为零的一个镜像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中转规则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中转规则 那么在设置页面里面显示的就是创建时候的一些配置 在最后的活动页面里面是一些 镜像上传或者下载的一些日记录 可能有点慢 就包括像是 Tag 的一个上传 下载 创建 创建 删除 更新 所有的跟 所有这个当前仓库里面 现象相关的一些操作 都会有一个日式的记录 呃 然后呃 这就是整个web 呃 btr web 管理界面的一些功能 呃 然后往下就是qa的环节 那么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呃 免费使用过去的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呃 创描一下关注一些关注一下 然后关于呃 qa的环节 或者是之前所有的环节呃 呃 看大家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呃 看大家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呃 然后我看到有人在问就是说在自己本地的环境里面去部署一套呃 dtr 的话需要多少的资源 呃 那么要是部署一个仅供测试的一个环境最小的话呃 dtr 应该是16g 然后2g 内存 其实需要的比较少而且呃 官方有那个有具体的一个系统要求 那么我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dtr 的话部署的话它的系统要求是 呃 最小的要求是16g内存 呃 然后两核 cpu 生产环境的话也是16g内存 然后4核 cpu 那磁盘可能会更大一点 如果要部署呃 ucp 的话 呃 最小的要求是8g内存 4g cpu 呃 不 两核 cpu 呃 然后节点数量的话 嗯 最少也需要两个两台主机吧 就是说因为 dtr 它是基于呃 ucp 的部署了 所以说你必须先把 ucp 部署上之后 再去呃 ucp 的 work 节点上面去再去部署一个 dtr 然后呃 整个部署流程其实在呃 官网上面其实都写的很清楚 如果大家有呃 去试用的想法的话 可以去去那个 docker hub 上面去注册一个用户 然后申请一个许可证 然后再根据官网的一个文档去自己去打进一个环境来试用一下 嗯 然后我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嗯 呃 这里我看到有个人在问嗯 dtr 在大量镜像上转下载时 会不会有 平能瓶颈呃 如何解决 这个呃 拉瑞来回来一下 喂 哎 那个啊 这个问题我也看到了呃 是这样的 那个呃 dtr 我们是一个首先是一个高横用的架构 它是比如说呃 三五七这种单数的 然后可以横向扩展来拓展性能 啊 另外呢 可能我要在那个给大家这个就是相当于呃 同步一点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大量上转下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过 dtr 来操作这个上转下载的 dtr 会帮大家做一个认证 包括跟后端存储搭建一个桥梁 然后最后在上转的时候是相当于我们本地在跟存储进行直接的一个交流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像所以呢 相当于我们只要是存储上面架构设议的合理 那么整个呃 的一个呃 上转下载是不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啊 这是整个一个技术架构上决定了呃 它这个性能会比较好啊 那么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呃 docker hub 大家都非常了解 实际上它就是完全基于 dtr 的技术来实现的 那么它每天大概有这个每周大概有上百万个上传下载 然后上面总共存了大概就11个镜像 那么这样的一个压力对于 dtr 来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大规模的应用来说 呃 整个的 dtr 的性能应该是呃 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呃 cncf 的一个网络研讨会 我们会在这个呃 4月23号星期四 然后主题是如何让你的 windows 应用并行在 kubernetes 平台 然后扫右下角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呃 进行一个注册 呃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呃 呃 呃 谢谢大家参加这次呃 webinar 然后啊 我们的呃 下一次 webinar 包括这个实时的一些技术文章啊 包括动态啊 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呈现啊 大家可以扫这个哎 期环再点一下那个二十七页那个那个 呃 呃 啊 啊 对 这个右下角的二维码是我们公众号的这个呃 二维码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来实时的获得我们最新的这个呃 呃 外面哪 包括一些技术动态 ok 那如果后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呃 也可以直接发这个发送邮件到这个 china at merentis.com 啊 然后我们也会呃 回复大家邮件为大家解答问题 啊 今天我们的webina就到这里啊 啊 啊 谢谢大家的参加 啊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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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啊